粉红电影馆不带感觉,咱们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渣姐 今天渣姐给大家带来的电影名叫《贪婪》 又名与她的激情夏日 讲述了小说家YY各种女孩的刺激故事 一起来看看吧 小说家郑明最近在写作上遇到了瓶颈 某天她在咖啡厅看见一个前来应聘工作的日本女孩美嘉 她灵光乍现为这个女孩创作了三段不同的故事 影片片从男人敲击键盘的声音中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故事,日本女孩美嘉来韩国留学 某天晚上郑明在家中看着四场影片 手上不停的忙着男生的传统手艺 状态震撼之际,手机响了起来 是女友志恩打来的 女孩告诉男友,她明天就要回来了 并且还要带着她日本的室友美嘉 郑明欣然应允 挂掉电话后 在日历上标记好女友回来的时间 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她终于可以结束掉枯燥的单身生活了 没想,大阿姨的郑明把早上十点错认为了晚上十点 到了第二天中午 睡眼朦胧的郑明在毫无准备中迎接了女孩们的到来 在女友的介绍下,郑明初次认识了美嘉 女孩把手中的一小盆花送给了男人当作见面礼物 知恩替闺蜜说道 礼物是美嘉让来感谢她 让自己赞助在她家的 迷惑不解的郑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答应下 陌生女孩在自己家赞助的请求 这时呀,郑明才注意到自己的穿着 慌忙的跑回屋 赶紧穿上了裤子找到钱包 请两个女生去附近的咖啡厅休息片刻 因为她需要打扫一下张乱的房间 期间美嘉留意到男人钱包里掉出的 被折起来的家庭照片 到了傍晚呢 山人才正式地吃了第一顿晚餐 郑明无意中看到 美嘉胸前若隐若现的春光 被对方注意到后,赶紧找了个憋脚的理由 躺死了过去 当晚,男人躺在床上 并情不自禁地对女孩小如飞飞 甚至还鬼使神差地走到美嘉的门前 透过门缝窥探女孩诱人的身体 回到房间的郑明 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复 没过几天 恩智因为工作的问题先离开了 郑明和美嘉两人开启了尴尬 又逗趣的同居生活 美嘉出到韩国 言语上经常到笑话 郑明便给女孩当起了韩语老师 男人会做炸酱面 女孩会给男人做日本料理 相互交换着自己哪手都美食 美嘉在家中的穿折十分清凉随意 郑明常常看着女孩窈窕的身影 浮向脸片 为了不再沉迷下去 她开始有意疏远美嘉 但终究挡不住身体的渴望 趁女孩不在 进入她的房间 拿着对方的内裤遐想不已 然后在女孩进门时 慌乱地掩饰自己 还把内裤带回自己的卧室 独自享受 郑明甚至还会在浴室门后 偷听女孩的洗澡声 幻想女孩的曼妙身材 当然了 她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天 郑明被出狱后的美嘉发现 慌乱之下 一头滚下了楼梯 胳膊和腿严重摔伤 只能由美嘉照顾生活 但也因祸得福 她有了与美嘉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几天后的晚上 郑明洗头时意外摔倒 美嘉温身赶来 不但主动请男人洗了头 还贴心地为他洗了澡 善良的美嘉告诉郑明 帮他洗澡 就像照顾家中的弟弟一样 听到郑明的笑声后 女孩希望男人以后 也要常常对自己笑 不要再疏远他 女孩坦荡地正视 郑明身体的反应 认为那是男人的本能 又说呀 其实他知道 郑明拿走了自己的内裤 但这应该是男人的无心之举 毕竟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住在他家 郑明也不会做出这种事 更不会摔伤 所以自己更应该照顾好他 郑明因为美嘉的赤伤 感到更加惭愧 同时也真正地喜欢上了美嘉 又过了几天 郑明要去医院拆石膏 提醒的美嘉 叫来了郑明已经离婚的父母 陪伴他 回家的路上 郑明和父母分别 美嘉则远远地站在路边 这时他接到了男人的电话 男友警告美嘉 自己已经知道他的事 让他注意和郑明保持界限 在与郑明父母分开后 美嘉刻意疏远了郑明 可是看到对方做了很多晚饭 等着自己时 心又软了 面对郑明的真情告白 女孩抱住了深情的男人 坦白道 他是一个温柔又有趣的好人 但是自己在日本已经有了男友 同时呢 他也有了女友 男人还是自己的闺蜜 他们不可以让身边的人伤心 美嘉婉拒了男人的告白 郑明也只能 难过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就在当晚 失恋的郑明 做了一个极其荒诞 怪异的梦 梦中 女友恩志和美嘉的男友在一起了 但自己心爱的美嘉 却被父亲霸占了 郑明在惊恐之下 醒了过来 然后看到了在门口哭泣的美嘉 女孩向男人 述说的自己的痛苦 情单自义地证明 在贴满他与恩志照片的卧室里 拥抱了女孩 两人就这样 抛下了道德的束缚 勇敢地在一起了 第一个故事就是结束 证明将咖啡厅里 收音员 隔壁桌的客人 店长 都写成了他笔下的人物 男人在戏外一支烟后 开始动笔 写起了第二个故事 日本女人美嘉 来韩国度假 中年妇女殷熙在家忙碌着 准备饭菜 迎接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小女儿恩志 见女儿还没有到家 然后又开始收拾起大儿子正名 乱七八糟的房间 女人无意中注意到 儿子电脑上的私人影片 突然想到了臭鬼的老公 心情烦闷了起来 这时 郑明拍着球回到家 看着不休蝙蝠的母亲 安慰她说要振着起来 她打扮起来其实也很美 收拾好一切的恩希 还是选择了以靓丽的面孔 迎接女儿 很快恩志带了两个日本朋友回来 分别是美嘉和凯文 凯文向初次见面的恩希 送上了一小盆花 恩希对此感到很意外 但还是热情的将三人接回了家 把花放到了卧室的桌子上时 开心的恩希 无意中看到桌边 那张折起来的家庭照片 心情又沉重了起来 晚餐时 正名对美嘉频频示好 而美嘉旁边的凯文 却时不时的将目光 投向主作的音心 目光交汇时 男人还会趁着与朋友们的玩笑 直接夸赞 她是个大美人 依希对孩子们的玩笑 有些难为情 便中途离开了 随后凯文也跟了出去 看到女人失利的 在拿桌壁上的杯子 于是体贴了上前 帮对方拿了下来 依希不知道 女儿会带朋友回家 没有准备太多酒 于是恩志与正名主动请因 买酒回来的路上 恩志询问哥哥 为什么要搬家 为什么父亲不在 妹妹留学在外 不知道母亲已经被父亲抛弃 见哥哥没有言语 必要给父亲打电话 证明夺过了手机 和妹妹打倒了起来 最后还是禁不住 妹妹的赞三询问 把事情说了出来 难过的恩志 从母亲那里得到证实 一时难以接受 痛哭流涕地打电话 质问父亲 痛哭的恩志 顾不上其他人 只能不停地喝酒 美嘉和凯文也都知道了 好友的家庭编故 找一接受这一事实的证明 向美嘉道歉说道 他不仅没能让 妹妹的好友们玩得开心 还让他们也一起 经受了这样招心的事情 美嘉听闻 抱住了眼前坚强的大男孩 安慰他 没有父亲 他们三人的家庭 也很温馨幸福 然后又做起了鬼脸 逗对方 证明这才开心地笑了出来 回到屋里 恩志已经喝醉了 证明在美嘉的帮助下 将妹妹背回了房间 餐厅里只剩下开吻和恩西 男孩发现桌上的酒 都已经被喝光 为了缓解女人 被丈夫抛弃的伤痛 又带着殷熙出去买酒 这一项证明于美嘉 把恩志安顿好之后 在酒精的作用下 就在恩志的房间里 亲吻了彼此 甚至还在地板上 放肆又无声地缠绵了起来 与此同时 殷熙也有了情况 买酒回家途中 他意外挽上了脚 矜持的殷熙怕被人看见 不肯让年轻的凯文背自己 争执之下 激着男孩脱下了外套 让殷熙挡住了面容 这才顺利地 把他背回了家 回到家中 二人又继续喝酒 凯文为艾薇失婚的女人 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原来在很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抛弃了他 他拿出母亲的照片 给殷熙看 半开玩笑地告诉对方 如果哪天 在街上遇到了他的母亲 一定要帮自己拦住 殷熙看着照片上 和凯文长相相似的女人 感慨到 确实自己年轻时 也和女儿恩志 很像一样的漂亮 凯文看着面前的殷熙 说到他现在也很美 然后更是不顾经济地 吻了上去 第二天早早醒来的证明 在母亲卫视的床上 看到了凯文 他致敬地关上了门 不知该如何面对 面前的情况 只好悄然离开了家 在证明的缺席下 殷熙和女儿 以及女儿的好友们 像家人一样 吃起了早餐 第二个故事便结束了 小说家看着咖啡厅 面试日本女孩的男老板 在电脑前 敲下了最后一个故事 日本女孩美嘉 和前来友的父亲 坠入爱河的故事 证明被女友抛弃后 整日醉酒 某天在家门前 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前女友美嘉 竟然摇身一片 成为了父亲的秘书 父亲还把他带到了家中 与他们一家人一起进餐 期间 证明不解地看着对面的美嘉 想知道自己被抛弃的原因 一旁的恩智不知道 哥哥正名和美嘉的关系 以为他们是初次见面 还开玩笑地说道 让哥哥娶了既漂亮又能干的美嘉 站在旁边的保姆 立马讨好的说道 二人很是般配 证明替文 恨是恼怒 这是证明的父亲中植 对着儿子发难 连番质问之下 中植才知道 儿子竟然散作主张 休学了 他努力工作 就是希望儿子学有所成 好继承家业 没想儿子整天不务正业 正名听闻 不顾妹妹的阻拦 正面讥讽父亲 抛弃了母亲 一样没和自己商量 他整天只忙着努力工作 怎么知道 自己是不是贪玩不学习 男孩对父亲 突然装作关心的样子 感到很恶心 中植听到儿子的话 很是心寒 冷着脸告诉儿子 既然自己不配做他的父亲 那就把银行卡和车钥匙都交出来 出去过自己的生活 赌气的正名 其身便要离开 竟听到父亲说要再婚 而他要娶的女人 竟是自己的前女友美嘉 一旁的保姆听闻都惊掉了下巴 一时不知该如何封撑 愤怒的正名 当场表示不同意 甚至还要当着父亲的面 带走美嘉 终止打了他一巴掌 护住了自己的未婚妻 正名只能气愤的独自跑了出去 他心灰意冷的 在街头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家门前 正好遇到 拉着行李箱的妹妹 女孩要去日本留学 并劝为哥哥早日和父亲和解 从妹妹口中得知 父亲已经上班了 家中只有保姆和美嘉 在牧手妹妹离开后 正名回家赶走了保姆 找到美嘉询问分手的原因 原来正名去扶兵以后 在留学院工作的美嘉 因为和学生正名 谈恋爱的事情被曝光 被辞退了 他在走途无路之下 认识了中职 做起了对方的秘书 美嘉告诉正名 他们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的 并不是因为钱 他此前也不知道 中职是正名的父亲 得知真相的正名 还是不想放弃美嘉 想让女孩离开父亲 和自己在一起 却遭到了美嘉无情的拒绝 男人情绪失控 气氛之下 强行占有了美嘉 第二天正名回到家 看到伤心难过的父亲 从他口中才知道 美嘉已经离开了 父亲俩为了同一个女人 黯然伤身 儿子伤害了心爱的美嘉 美嘉又伤害了他的父亲 正名在走出了这场爱情的伤痛后 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第三个故事 便这样在这家的敲击声中 结束了 影片最后 咖啡厅里 小说家满意的 合上了自己的电脑 引起了座边的咖啡 享受着惬意的午后时光 而咖啡厅里的美嘉 早已离开 继续上演 属于自己的故事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 整体来说 还是很好看的 画风细腻 剧情合理 巧妙顺畅的 把春青男孩 脸上女友闺蜜 周年母亲 爱上女儿男性朋友 还有父亲与儿子 喜欢上同一个女孩 这些桥段 编织在一起 一部电影 看三个故事 简直是超值 女主角 古春英之 说看之下 并不惊艳 但是真的很难看 很有气质 而男主 演技不错 总而言之 这是一部 披着情色外衣的 小清新文艺片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看看原片 记得订阅 粉红电影馆哦 渣姐和你 下期再见